現在我們就來公佈一下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覺得這樣 因為我剛剛一直強調 我們在Word裡面的格式 請問不管你怎麼轉換 不管你用貼的 還是用剛剛那個Google文件 轉換的Google文件 請問格式有沒有可能跑掉 有 而且機會還蠻大的對不對 雖然說我們office 就是那個Google文件 已經盡量接近了 可是不可否認就是你用到比較複雜的 它上去其實就是不怎麼ok 你想要原汁原味的這個版本的請問要怎樣 最好的方法就是最笨的方法 蛤 轉成圖廊 你還要編輯你們就有講兵器 不行 最好的方法 不變應萬變 有沒有 我就傳握得上去就好啦 這樣不是省得麻煩嗎 那怎麼傳 來 先把它傳到你的Google文件裡面 比如說我在這邊 我先把我的 假設我剛剛用這個 我就把它丟進來 這樣就是上傳 當然你從這邊新增 直接去選檔案也可以啦 意思一樣 好 那我傳上來之後 當然有一個前提 這個檔案不要共用一下 這個檔案是不是要共用人家才看得到 不然你雲端膩的檔案是私人的嘛 所以我們先一個前提 所以你要先去共用 把這個共用打開 然後這樣就可以了 也就是知道連結的才可以看嘛 這樣沒錯吧 它不用編嘛 它不用編 它就是單純看就好了 好 如果你是在學校網域裡面的 記得要改一下 因為預設的話 學校網域共用會指 是不是只有這兩個 你記得要公開 假設你是要公開在網路上 要用上面這裡 好 那我現在傳上去了 請問你要怎麼加進來 不知道齁 因為我們這裡有小問題 你看一下 你如果這樣放進來了 我會用這個好了齁 我放另外一個檔案 好 架構 好 在這邊我來編輯一下 因為我們從這邊插入 雲端硬碟 有沒有就只有這幾個 有沒有特別跟你講 Office文件在哪裡 沒有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你可以這樣子 當你傳上來之後 你點兩下打開 是不是可以預覽而已 可是呢 你只有貼這個連結過去 當然是一種方法 可是這樣 對使用者來講 是比較不方便 它點一下才打開嘛 我希望它進到剛剛這個頁面 就能夠怎麼樣 是不是就看到內容 所以呢 你點開之後 在這裡 點開之後呢 請你看一下 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 這個符號 哇 你再按一下 老師你騙人 看起來也一樣 但是 一樣不一樣 因為雖然看起來一樣 但是上面的功能 這裡不一樣 你看我們剛剛在這邊 你按這個 這個點點點有沒有 有沒有只有這幾種 沒有 可是我按了這個之後 你看 我進到這裡 看起來好像一樣 有沒有發現 都有一個坎入 什麼叫坎入 你知道嗎 在這裡 剛好我的部落格 這兩天 有寫一篇新的文章 在介紹這個 有 有沒有 雲端女的共享字號加入 有沒有看過一個 這種語法 iPhone 如果你沒看過 沒關係 我帶你去看 有兩個地方 我們常看到的 第一個 有沒有看過很多人的 YouTube影片 放在他的部落格 或者是 一些網站頁面裡面 學校頁面有沒有 把部落格之後 砍到網站裡面去 你看我找一個 動物方程式有沒有 好 假設這一個 我們平常不是有一個 叫分享嗎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坎入 嗯 坎入呢 我顯示一個 完整的資訊 有沒有注意到 有一個叫 iPhone 就是這個語法 那 iPhone語法 這就天上網頁語法 但是我們稍微認識一下 真的不會太難 Phone 簽不看i Phone 代表一般中文翻作 葉框 早期的葉框是長這樣 沒有錯 好 像我給你看一個網站 我很多年以前做的 但是現在還有在用 在這裡 你看我的右手邊的選單 有沒有發現好像少一半 上面沒有選單 有沒有注意到 對不對 那不是選單 捲軸啦 那我在捲軸的時候只有什麼 有沒有發現只有下面在捲 上面是不是不會捲 是 皮削肉不削啊 你知道嗎 因為呢 以前 比這個網站十年了 以上了 抱歉 不是十年 最近才發現二十年 因為畢業二十年了 因為以前二十年前 不要這樣嘛 以前網路速度沒那麼快 對不對 總希望怎麼樣 我的網站是不是更多 比較快出現 所以我們就把上面 就把它固定下來 那你有變更的時候 我就變更下面 這樣 載度的內容就比較少 網路速度 就可以 比較快 把內容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 叫傳統的葉框 也就是說 葉框它這樣把它區隔開來 區隔開來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 我如果一切葉框 一定是 一刀兩段 我如果要這樣或這樣 就一定是分開的 沒辦法 就是像我們現在這種方法 所以呢 我們的這個I 你看到我們 YouTube裡面那個I 我們剛剛不是介紹的 Frame嗎 對不對 I是什麼 這個I 不是I兩下的I IN 不是IN 對 在裡面的 也就是說我們利用這個方法 你可以很 比較有彈性的 因為呢 我們在用這個語法的時候 你可以自行決定 有沒有影片大小 這裡上面有沒有看到寬度跟高度 也就是我們現在呢 假設我現在 我們的網頁 是這樣子一個頁面 你可以自行在網頁任何地方 歪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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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別人的東西 所以我們常看到 YouTube影片是不是就出現在 別人頁面裡面 某一個部分 還有地方哪裡會看到 地圖啊 有沒有看到Google地圖 常常有Google地圖 就砍入在哪裡 是不是砍入在別人的頁面裡面 所以呢 你看 我們到這裡 假設我找一個我們中正 好 進來 如果我要這個把它分享 欸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的叫砍入 看一下上面 有沒有 剛好也是Friend iFriend 是一樣的語法 所以 雖然你不會做網頁設計 但是這個語法你要認識 太多地方都可以用了 好 太多地方可以用 那如果像這種語法 你要自行調整 有沒有一個自定大小 是指定大小就好了 所以它就在你指定的地方 挖一個洞給你 挖一個洞給你 那所以我們也是一樣的方式 為什麼我們需要剛剛再點一下 在這裡的時候再點開這裡 因為你進來之後 有沒有砍入項目 打開 欸 不小心 你好像就看到一樣的語法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它的寬跟高 這樣嗎 對啊 所以 協作平台還要再做嗎 你只要把這個語法師 複製起來就好了 當然你如果那個寬高 你覺得不滿意的 可以自己改一下 你看我把它複製起來 好 我就拿到我們剛剛這邊 在這裡 要加入對不對 好 你要編輯這個嗎 這是一種方法 你可以直接貼進來 但是它現在有一個比較快一點的 從這裡 插入裡面 你找到 有沒有一個更多小工具 走走走走 往下走 走走 往下走 這裡有一個 我先返回再一次 它有兩個喔 一個是這個 這樣對不對 imband imband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插入 下面也有一個 有沒有看到 這個更明顯吧 這樣會好 兩個都會用你 所以呢 你可以把你的這個頁面 假設我用這個 你就選取 有沒有一個寬跟高都跑出來了 那你只要負責把網址填進來就好了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 好 也是一種方法 那所以兩個方式 如果你要用 因為我現在頁面很單純 對不對 所以我進所謂的原始碼 其實也是很單純 沒錯啊 我可以直接把剛剛那個程式碼 就貼進來就好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你可以先預覽一下 好 放進來了 儲存 不小心原汁原味就出來了嘛 所以你以後 如果這個內容 有更新的話 該怎麼做 雲端那邊去改 再上傳一個 新的 把舊的蓋掉 再重新把語法放進來 我如果教你這種方法 你一定會怪我 所以剛剛不知道 各位偷看教材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一個 幾天 你看我有預留伏筆喔 還有這裡啊 第三題啊 你們剛剛有沒有測驗這一題 沒有齁 我先做好了 好不好 還是你要先測驗一下 你點進來 先做個測驗好了啦 你先看一下 開始測驗 好 如果你檔案有新版本的時候 怎麼管理 剛剛同學講的就是 直接用新的檔名 上傳新的版本 有沒有 嘿你勾看看啦 好不好 好的就把它提交一下 我看你用什麼方法 其實 真的有比較好的方式啦 好 但是我們先 請大家試看看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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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來一下 開始